應該跟我很一樣 這部錄音棚 我覺得很神秘對不對 架子舞 我就游客照就好了 就是架子舞 他是有調音塔 他在外面是producer副作人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最不同的音軌 他在喊喊喊喊 周生 我們唱得很棒 再來一遍好嗎 长蓝大鱼 还有小鱼 这个其实大家都见过吧 小君 每个鼓的大小不一样 敲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 这个我看到很多 专业的音乐人都是 你从哪里来 这是一根 来自非洲森林当中 截取的木段 它是一根笛子 开玩笑 它怎么看是笛子 你在音乐当中听到很多的雨声 比如下雨的声音 像热带雨林的声音一样 都是通过它来完成 大张 我刚刚听了一下你们是不是开了 对 不是这个 这个只有你一个人才要推聊 你再开一次 我再开个我们的麦是吧 现在都玩了 真的不在其中心 花花花神语 对 花花 哦 可以吗 可以吗 因为他们只要拿这个来说 这人一定要利用 现在很买 今天会的 这些人zwischen 那瓶子 我 thumbnail 是的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vlog 诶 琪琪歌手还跑呢 没有想 没有想 我觉得因为他琪琪琪我 我也不知道 我唱完了才知道的 如果琪琪成功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 把下一首唱好 下一次又琪琪你怎么办 那没关系 嗯 琪琪琪 好可怕吗 是不是觉得作艺很 真的会面对这种咄咄逼问的时候会 我下班了 我今天的图纸结束了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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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言直播这些方式还蛮 蛮新奇的 虽然我一上来就把手机打翻了 好尴尬 好了 就到这里了 拜拜 儿子 我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